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在網上看到的消息嚇到我 因為我和這位導演合作過 我都不知道他的愛情生活是說的 讓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這一節我們講的故事叫做兩夫事一妻 即是兩個老公一個老婆 不是吧 在環的社會忍得 非洲的暴落就說 什麼事呢 羅大友 大友 做小三 羅大友就是王后大道東的 做誰是小三 張艾嘉 原來張艾嘉有三段歪戀 有關張艾嘉三段愛情兩段婚姻 當中包括和一個大十六年的男人結婚 結婚後 有報導指他一腳踏兩船 又和有苦之夫有一夜情 做小三 還結婚 有沒有這麼亂 我當時和張艾嘉在一個好爸爸的電影裡合作過 我拖過他的手 因為他上船那一刻 他害怕 他捉住我 也挺好 其實張艾嘉也挺美女的 阿浪的故事 要看要看 我們交給熊飛龍說一說重要的內情 大家好我是飛龍 我想說張艾嘉絕對可以用才女去形容他 因為無論是華語的樂壇影壇 都是不可或缺一個人才來的 首先是演技一流 你見他 無論是正劇 好像最近那一套 燈火蘭珊 在金馬掌裏面又再拿影后 看得出他演技有多好 就算當年香港最賣在那一套最佳拍檔 搞笑戲 他又演得到 而且他演最佳拍檔之前 其實已經開文藝片 完全能處理得到 竟然有點天才 你問我的話 唱歌又動聽 既能編劇 亦能導演 又有去搞舞台劇 是不是很全才 在媽媽方面他也算不錯 因為他曾經 在九歲的時候被人綁架 甚至差不多被人撕票 那次他們有報警 救出他的兒子 之後就送了他的兒子去留學三年 他那三年就完全停工陪他兒子 因為那次他兒子都頗有後遺症 被人綁架完之後 完全不是怎麼說話 他等到他兒子的性格回復正常 他才肯放手出去 所以在媽媽的責任上 他也算是挺正直的 但人是很有趣的 性格很多時候有兩變 就是你有天使的性格 同時有魔鬼的心腸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張牙佳在愛情道路上 他曾經試過 同一段時間 跟兩個男人一起 亦願意做個人的小三 在父母嚴重反對之下 都要跟一個大自己16年的男人一起 所以我們今天說一說張牙佳的感情世界是怎樣 其實聽我剛才的 張牙佳感情世界的簡介 我想大家都覺得他應該是屬於 年輕人是一個挺反叛的人 很難說很多時候做創作的人 就是夠反叛才可以做到創作 但是呢 如果介入到自己的生活裏面 都是這麼反叛 有些人就會覺得他有點混亂 在1979年那一年 張牙佳那時是25歲的 應該是很多 情鬥初開的女性的時候 但是可不可以形容情鬥初開 有些人說25歲已經是中女 但是我看到一篇報道這樣形容 真的有點搞笑 當年張牙佳不顧家人反對 嫁給一個大16歲 美聯社香港婚社的社長 劉宥林 張牙佳回想這個往事 亦淡然說自己當時很想有一個依靠 特別想跟一些年紀大的男人 覺得都會分年齡了 應該擁有一個家庭了 很正常的那個年紀 在25歲結婚 很多人都很早結婚 不要說張牙佳是電影明星 你想想當年 雅姐 汪明川 趙雅之 王淑儀 李詩琪 每個人都在20初已經結婚 很多人還未成名 那時候已經結婚了 所以在那個階段 這個年齡結婚是一件正常的事 但16年當然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到 我講的是家人 那個年代 家人不是很喜歡一個女婚 比一個大那麼多的男人 那時候家人也看不上這段愛情 又真的被家人看中了 在82年左右 就結束了這段愛情 算一下算一下 喂 結婚三年左右就結束了 好像還未跟他結婚之前也拍了三年拖 有些人以為拍了三年拖很熟 但其實一到一起生活 其實是兩個世界 當時張亞嘉給自己的評論 其實心也還未定 還未準備好 心裡還有很多事情想做 沒有好好的了解自己 連累了人家 他自己也覺得自己 在這段時間也不是做得那麼好 至於他為何說心未定 因為在這段時間 他其實是一腳踏兩船 那段時間踏了誰 是踏了音樂教父 來大友 那時候因為跟他一起做歌而傾舞 來大友也用自己很多時間 放在張亞嘉身上 當時做歌 張亞嘉認識來大友 其實已經是結婚了 當時大家都不管 會被標籤不倫之戀 張亞嘉互相戲 當日跟來大友的感情 他的評價就是 他們曾經經歷一段 軍軍烈烈的愛情 但到了一定的時間 他們的思維 就開始轉變變成另一個地方 可雙而姐 你想想張亞嘉 果然是一個 聰明的 文字高手編劇高手 明明是不倫之戀 他可以說 軍軍烈烈去形容 之後跟羅大友分手 他就說 因為羅大友眼中 只有最愛的那位 就是叫音樂 他發覺他永遠都贏不到他 因此 張亞嘉要找一個 很疼很疼 放在世界中心的愛情為止 當時選擇了跟羅大友分手 看看是甚麼觀點 如果你是一個女性觀點 有人覺得她 重視業 你不喜歡她 但有些女性是喜歡一個重視業的男性 或者羅大友真的去到很嚴重 重視業到完全不理會她 她覺得自己生存在身邊 好像是甚麼都沒有 這樣就算了 後來隔了很多年 張亞嘉37歲 突然間 張亞嘉傳出 未婚懷孕 當時還絕口不透露 生婦是誰 因為原來當時的孩子的生婦 就是王正雄 當時是有婦之夫 也是一名的婦相 當時張亞嘉堅持生下她的兒子 因為她說自己已經是認識婚年齡 很想生一名兒子 是的 到了37歲 如果你還不生的話 你真的沒有機會生 你還要這樣懷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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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當時有這樣的情況 被冠了為 最強小三的稱號 被人罵 說實話 張亞嘉 為甚麼會無故認識王正雄 她是香港商人 又不是她那一行 這樣也認識 大家都知道張亞嘉 是台灣人 應該很多時候 留在台灣多一點 雖然她有偶爾來香港拍電影 但是她怎麼認識呢 小道士聽說 她們兩個其實在飛機上認識 最誇張的是 我看這段文章裡面說 她們兩個是 基本一見鍾情 還要投契到 認識第一天就去了賓館 是不是這麼開放啊 這個真是很不負責任的事情 還是一殺激情就是這樣呢 當時說了王正雄 完全抵擋不了張亞嘉 有了第一次 有第二次 之後就完全迷上了她 還要冒著她的妻子隨時發現的風險 聽說她們在80年代中的時候 已經兩個在暗地交往 加上大家看了張亞嘉之前的經歷 其實她也是一個很開放的女人 所以做得出這些事情 就是不奇怪的 見一次面就可以 不是個個可以的 真的 另一方面 男的也看到她好像有些 來者不拒 其實當時張亞嘉 除了懷孕之外 還有當年她 懷孕那段期間 其實她在香港的娛樂事業 已經是一般的 所以都差不多要結婚了 難得 這個生活無優先 這些人一定會想 很多人結婚 進入這個娛樂圈 也是想嫁給一個有錢的老公 嫁給她 她可以更加全心全意 做她自己想做的藝術 後來張亞嘉就開始轉型做幕後 其實之前也有 但後來就差不多 完全轉型 做很多時候都是導演編劇 那些事情 這些情況 必須要有個大水喉 照著才行 所以選她做老公 這次其實反而我覺得她 個人成熟了 年輕的時候 有點過分去想做的 做的 那我總括去看 怎樣看張亞嘉的性格 首先我覺得她 她不是看外表的人 尤其她每一次選擇男友 都是這樣的 有可能她一直都是想找一個 給她成熟的男性 第一位她以為是真愛 但是相處下去就覺得 差點 其實很多時候演藝人 你跟一個普通人結婚是很難的 通常你都是要選一個演藝裏面的 無論幕前幕後也好 起碼溝通得到 否則她就要超有錢 如果不是這兩類裏面 你是很難跟她長期相處的 還要她當時第一任丈夫 但是16年 所以她形容她當時跟她丈夫 不過大家一起 起碼有六年 即是結婚前結婚後 加起來有六年 她形容就是一片空白 也不是她第一個這樣說 我看過很多女星都是這樣形容 她選擇第二位 羅大友就是愛才 那一剎那 又需要借用她 幫她出歌 所以就跟她一起 但是最終 有人張亞嘉自己不夠喜歡音樂 你不要說羅大友只喜歡音樂 如果她自己也很喜歡音樂的話 她不會離開羅大友 叫羅大友繼續幫她出多幾張碟 她喜歡音樂的話就好 自同獨合 但是她自己還有其他的喜歡 那就沒辦法了 後期在問TrackGPT 怎麼看張亞嘉的愛情觀呢 TrackGPT有可能是外國人做的 竟然用了幾個字眼形容 竟然用了幾個字眼 勇敢激情 但是還有無奈兩隻字的 幸好不是完全的 但是你說勇敢激情 在中國人眼中就不會這樣形容她 同時間她也處於矛盾 如果在我眼中看張亞嘉的愛情 我可以簡單幾個字開頭 我形容她其實有一點點自私 不負責任 以及缺乏道德 如果這件事發生在一個男性上 已經每個人都說她是一名戰男 一定啊 幸好她當時涉及那些男性 不是馬鳴 不是女治安 要不然張亞嘉之後應該不能翻身 還有看一出一個女性 25歲的時候第一次結婚 其實呢 25歲的女性很多時候都是不夠成熟的 當時其實家人已經看得到 所以才反對 但是她自己反而不知自己內心真實的性格是怎樣 所以就是第一段這樣的婚姻失敗 而且當時還未完第一段婚姻 就跟別人在一起 某個程度上也是 出於一種自私 缺乏忠誠度 很嚴謹地 其實當時是完全嚴重違反婚姻倫理 所以去到她做小三的時候 已經很小事了 之前也是這樣 其實當時她做小三是危險的 如果當年她的丈夫 不跟她的前妻離婚的話 她的兒子就會私生子 她沒有想過這些事情 一定跟她結婚的 或者她當時真的很有信心 所以到第三段關係的時候 你看到張亞家對婚姻 家庭 道德 有一點輕視 只是關注自己的需求 或者欲望 或者忽略其他人的感受和利益 但老實說 愛情很多時候就是這麼自私 幸好有時候 女性的青春有限 假如張亞家青春無限 我怕她去到第三段愛情的時候 她也是一樣分手 是啊 因為青春有限 已經到了某個點 以及有兒子 整個看法不同 很多時候有了子女 性格是可以扭轉的 突然間你的人生 你就不會再是自己先走 有可能是兒子先走 之後呢 張亞家的性格這樣形容 就是肯終於固定了 全靠就是有兒子在 如果我怕她當年 沒有抬過她的兒子 有可能之後還有很多變故 你看到有些女性 例如關芝林 不停轉來轉去轉來轉去 就是因為沒有兒子 沒有兒子 如果有兒子未必是這樣的性格 其實現在很多時候 大家都發覺張亞家青比較低調 因為當年兒子被綁架之後 他覺得太高調會很危險 所以他重量有這麼低調 當然有時候你沒有辦法 你又要一些拍攝上的演出 你都要出來做宣傳 剩下一點時間 說回當年兒子被綁架的時候 他也算很厲害 當年兒子被綁架 他竟然敢跟匪徒討價還價 是的 拖了幾天 好像是七天 有這麼久 他主要是拖延時間 讓警方有足夠的資料 知道他的兒子在哪裡 然後再去救他的兒子 其實也挺拖延時間 如果給其他人 有可能 例如李嘉誠那些人 給了錢就算了 未必夠膽這樣做 張亞家其實某個程度上 也看到他這方面的勇敢 當然他很關心自己的兒子 的安危 但是他其實也挺大膽的 跟他之前的愛情方面 你看他的性格也挺統一的 一方面是這樣的性格 其他方面也是這樣的性格 等如張亞家當年在台灣拍電影 然後他很勇敢地下來香港 去演戲 還要演一些自己不熟悉的劇種 某個角度來看 其實他是挺聰明的一個女性 在任何環境之下 是很容易融合到當時的環境 再適者生存 所以張亞家曾經形容過他自己 他從未覺得自己有任何飄迫感 所有他遇到的人 他都覺得其實都是相熟的 當然是相熟 第一次見到你都可以 那些傳聞我當是真 大家可以 我們只能說他真的靈活變通 歡迎大家又說一下 你怎樣看張亞家的愛情觀 有可能大家的看法 和我可以很不同 好 今天的魚學新聞講到這裡 遲些再分享其他魚學新聞 就這樣 拜拜